欢迎大家收看大学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对麻省理工学院提起的诉讼指控 该校允许校园上存在反犹太主义 中国追求全球南方的统一主题 它不是美国 被指控谋杀的黄金海岸市议员 可能会在下周末再次当选 法律对此有何规定 德克萨斯州的学生 敦促最高法院干预禁止变装秀的问题 母亲仍然在努力追求事业 请大家收看 对麻省理工学院提起的诉讼指控 该校允许校园上存在反犹太主义 美联社 两名犹太学生对麻省理工学院提起了诉讼 指控该校允许校园上存在反犹太主义 诉讼声称 麻省理工学院批准了反犹太主义活动 容忍了对犹太学生和教职员工的歧视和骚扰 并未履行对学生的法律和合同义务 诉讼要求禁止麻省理工学院实施惩罚或歧视犹太学生的政策 并要求该校采取预防措施来对抗反犹太行为 麻省理工学院尚未对此诉讼发表评论 中国追求全球南方的统一主题 它不是美国 南华早报 中国最高外交官王毅承诺要捍卫全球南方 并将中国塑造成负责任的世界大国 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 王毅表示 中国今年的外交重点是与主要大国保持稳定关系 与邻国携手进步 并与全球南方共同努力实现复兴 他强调 中国希望一个平等有序的多极世界 和汇集所有人的包容性经济全球化 王毅的讲话被视为对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最近关于在国际体系中是坐在桌子旁 还是成为菜单上的评论的回应 被指控谋杀的黄金海岸市议员 可能会在下周末再次当选 法律对此有何规定 澳洲ABC 被指控谋杀继父的昆士兰市议员 Ryan Baden-Longston可能会在下周赢得连任 去年被控谋杀后 Baden-Longston被停职 并获得全额薪水 但他正在竞选连任 并表示如果当选 将不再接受任何停职 昆士兰州州长Steven Miles表示 如果Baden-Longston当选 他将寻求再次停职 地方政府部长Megan Scanlon将需要采取行动 再次停职Baden-Longston 并且他需要证明这符合公众利益 德克萨斯州的学生 敦促最高法院干预禁止变装秀的问题 英国独立报 来自西德克萨斯州西德克萨斯农工大学的一群学生 已要求美国最高法院解除对变装秀的禁令 声称学校校长侵犯了他们的第一修正案权利 原告便称 大学校长取消了一场计划中的慈善变装秀 是出于他个人的意见 而这一禁令是歧视性的 违反了言论自由 学生们已要求最高法院法官塞缪尔阿利托立即解除禁令 以便他们能在3月22日举办这一活动 母亲仍然在努力追求事业 经济学人 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 托问题是导致就业性别差距最大的因素 高达80%的男女劳动力参与度差异 被归因于女性在生育后离职 母亲惩罚是指女性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10年内就业概率的平均下降 虽然这种影响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差异 但最近工作模式的变化如远程或混合工作 显示出在某些行业中减少母亲就业差距的潜力 日本夫妇起诉结束姓氏法 这次得到商界支持 彭博社 日本有6对夫妇正在起诉政府 反对一项要求已婚夫妇姓氏相同的法律 他们认为这种做法延续了不平等 并对个人和实际造成伤害 这起诉讼是对这个有百年历史的习俗的最新法律挑战 原告希望最高法院裁定该法律违宪 从而引起一会的审议 这种做法对女性影响较大 对她们所遭受的职业挫折的认识日益增长 引发了对改变的呼声 日本的商业团体 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 Piton Run已表示支持实行分信制度 布里吉特·门德勒透露 他还没有获得博士学位 英国独立报 前迪士尼频道明星布里吉特 门德勒澄清了他在Linthin页面上 列出的学术成就 之前 他的页面显示他获得了南加州大学 USC和麻省理工学院 MIT的学位 并且正在哈佛法学院的最后一年 然而 门德勒澄清说他距离完成法学博士 JD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目前还没有获得博士学位 他解释说 他在2020年开始攻读博士学位 但因为家庭原因不得不暂停 并搬到加利福尼亚州 马克龙·克林顿 在尼日利亚银行首席执行官 在加利福尼亚直升机坠毁事故中 去世的葬礼上 致以悼念 CNN 尼日利亚银行业大亨 赫伯特 威格维上个月在一起直升机坠毁事故中 与妻子和儿子一同遇难 他的葬礼在拉格斯举行 法国总统埃马纽尔·马克龙 前美国总统比尔 克林顿 南非总统西里尔 拉马福萨 以及非洲首富阿里科 丹吉特都向威格维致以悼念 而丹吉特宣布将他炼油厂附近的一条道路 以威格维的名字命名 拉马福萨表示 他的离世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他是一个大陆合作伙伴和银行业先驱 大师联盟将在2024年 被纳入福克斯每周五晚上的大学橄榄球比赛中 报告 雅虎 据体育报道 福克斯体育将从2024赛季开始 每周播出星期五晚上的大学橄榄球比赛 预计大师联盟将参与广播 同时还有大师二和山系联盟 福克斯将从今年秋季开始在周五晚上 播放大学橄榄球比赛的套餐 美联社 福克斯将通过一系列周五晚上的大学橄榄球比赛 扩大其报道范围 这个比赛日程将包括来自大师 大师二和山区西部联盟的对阵 具体比赛日程将在五月底或六月初公布 这一举措填补了福克斯在秋季周五晚上的空白 因为WWE的星期五夜间摔跤将于10月份转移到USA Network 这不是福克斯第一次试图占据一个未充分利用的时间段 因为他在2019年推出的大中午星期六节目取得了成功 州教育部门正在寻找一位新的首席律师 那现任的律师呢 雅虎 再有传言称现任总顾问布莱恩 克里夫兰计划离开该机构的情况下 罗克拉和马州教育部OSDE正在招聘一位新的总顾问 克里夫兰是州教育委员会会议上的常客 为委员会成员和OSDE负责人提供法律咨询 克里夫兰的辞职可能意味着该部门进一步陷入混乱 自从瑞安·沃尔特斯当选教育部长以来 该部门一直面临着许多法律挑战 妇女历史月 艾达·迪尔 雅虎 艾达 迪尔是美洲原住民权益倡导的重要人物 也是首位担任美国内政部印第安事务助理秘书的女性 她一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迪尔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卡瑟纳 她的早年在美诺敏尼印第安保留地度过 贫困的生活环境让她深深地明白了自己的使命 和对社会正义的承诺 前奥斯汀地区的女孩们在进入NCAA季后赛时 现在打大学篮球 雅虎 来自奥斯汀地区的前高中女子篮球运动员 现在在全国各地的大学和大学中打球 有些人在像德克萨斯州和俄勒冈州立大学这样的大学打球 而其他人则在霍华德佩恩大学和尼克尔斯州立大学这样的小学校打球 随着联盟锦标赛的开始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球员中 有些人将进入NCAA季后赛 增强力量对于提高杰森的独立性至关重要 但她在健身房感觉自己像个负担 澳洲ABC 据运动生理学家Ernest Strowich称 澳大利亚的健身房未能为残疾人提供适当的无障碍设施 他表示 普通的健身房无法满足无障碍需求 导致残疾人无法使用 格里菲斯大学的研究员 Georgia Monroe Cook博士表示 很多健身房都不够无障碍 他们有台阶或者门口太小 还有涉及人们不理解残疾 没有了解如何为残疾人调整健身计划的相关人员的问题 这会让情况变得更加困难 大学橄榄球的提前签约期 提前到了联盟冠军赛之前的一周 美联社 根据大学体育协会的消息 从2024年开始 大学橄榄球的早期签约期将提前到联盟冠军赛前一周 传统的签约期将保持在2月份 但早期签约期将从感恩节周末后的星期三开始 大学体育协会还在考虑在6月份增加第三个签约期 决定将在今年6月做出 2017年增加的12月签约期已成为高中新生的主要签约期 新的早期签约期将在转会窗口开放之前结束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常驻六度简报的观察员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新闻 涵盖了从学校反犹太主义到大学体育 再到母亲就业差距的各种话题 首先 我们看到麻省理工学院面临了一项诉讼 指控学校允许校园上存在反犹太主义 这是一项非常严重的指控 如果属实的话 将对学校的声誉造成极大的损害 我们期待麻省理工学院能够认真对待这一问题 并采取措施消除校园上的歧视行为 接下来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表示 中国将捍卫全球南方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 他强调了中国与主要大国和邻国的关系 以及与全球南方共同努力实现复兴的重要性 这可以被视为对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最近的评论的回应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正在努力树立自己的国际形象 并与其他国家合作推动全球发展 在澳大利亚 一位市议员被指控谋杀 但他可能会在下周赢得连任 这引发了关于法律规定的讨论 究竟这位被控的市议员是否应该继续担任职务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需要权衡公众利益和个人权利之间的平衡 我们期待澳大利亚政府能够妥善处理这个问题 此外 我们还看到了一些关于福克斯体育和大学橄榄球的新闻 福克斯体育计划从2024赛季开始 每周播出星期五晚上的大学橄榄球比赛 这将为球迷提供更多的观赏机会 这也是福克斯体育扩大报道范围的一部分 他们希望填补秋季周五晚上的空白 这对于大学橄榄球的发展是一个积极的举措 最后 我们看到了一些关于就业性别差距和无障碍设施的新闻 母亲在生育后的就业概率下降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但近期的远程工作和混合工作模式的变化 显示出减少母亲就业差距的潜力 另外 我们也看到澳大利亚的健身房 未能提供适当的无障碍设施 这对残疾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我们希望相关部门能够重视这个问题 并采取措施改善无障碍设施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希望大家都能从中获得一些有趣的信息 现在 我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绢买 学生的独立原则